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当然我们就要配合他们定期化 那就没办法 只能忍耐 等它好了当然就OK 那我们目前开行是五个接驳的路线 那我们会尽量 我们也有准备就是机动的车辆 如果说旅客量在暑假期间多的话 我们会有机动加开这样子的方式 好 先开始先来关心的是4月9号 苗栗县政府正式的发布了 苗栗南庄苗21线进行甲椅类客车 而禁令一发布 不只是中巴大巴没有办法上山 连包括在偏远部落学生坐的中巴校车 也不能通行 当地泰雅族人因此抗议 遇到县政府的人员到现场 测量路宽坡度的时候 就向县府人员表达强烈的不满 但是县政府强调 以安全为理由 先禁止再说 5月30号测量的结果出路之后 才会再进一步的寻找最好的方法 不过居民完全无法接受这种做法 苗栗县南庄乡东河村长气愤的杠向 苗栗县政府公务处长 对中央对苗二十一线随风路 直接表达不满 居民拉起白布条 大大的黑色字体清楚看见 就是要求中央还给他们一个用路权 往我苗二十一线路连 往我部落居民 往我部落居民 苗二十一线道口挂上了 进行甲乙类客车的警示牌 也就是说 甲乙类客车学生搭的校车 小巴中巴士 游客搭乘的游览车 通通只能行驶到路口处 但是路口处到部落还有三公里 要走 部落痛批 孩子怎么上下学 光光生气也都受到影响 对面这个山都有大巴 我们这个路比它大 还没有大巴是什么道理 对不对 这个我都搞不懂 越好的路越没有大巴 我们抗议这一点 小朋友自己接受啊 然后我们也是无可耐啊 不用上班天天上下课 真的很累 部落苗21线10k处以上网路场部落 依照部落社区发展协进会出估 从九布斯桥到石门这段 加上神仙谷到路长部落两段长度 约700公尺 那在坡度的部分是25度 因此交通部公路总局建议 这条路段坡度比较陡也比较长 汇车跟重坡的部分都比较大 应该列入为进行甲乙类车类的警示提醒 苗栗协政府公务处5月23号这天 实地走了一趟测量 那再跟我们中央规定的这个标准的部分 再做一个最后一个审视 那审视完以后我们会提到 我们道安会报 就下个礼拜的道安会报 来做一个提案 那来做一个最后一个处理 县府公务处从10点到11点半 不到两小时的会刊 县府公务处还说 要到5月30号数据出来之后 再跟部落居民做说明 要不要解除进行甲乙类客车的警示 目前还是禁止甲乙类客车进行 让居民困扰更无法接受 记者艾奈海村巴达克 苗栗南庄采访报道 不过禁止各类的巴士上到东河 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其实当地的居民说呢 长久以来路况不佳 政府机关没有好好的修路 才是根本的问题 就在苗栗县政府公务处进到部落 执行会刊测量道路路宽坡度 但是部落居民认为政府根本不关心部落真正的问题 居民反映这个路段 平常天气晴的时候 路边就会出现落实相当危险 反倒是从以前到现在 小巴士中巴士大巴士都没有遇到过什么交通事故 落实杂伤人案件倒是频频发生 政府却无动于衷 道路改善才是当地居民长期以来真正的问题 期盼政府改善 不过政府却在今年出现进行甲乙类大客车行驶进入 认为中央政府的测量以及决定太过于粗糙 并没有对症下药 最大的一个落实区 坦坦区 就是在神仙谷前方差不多500公尺 那边我们已经跟公部们已经建议好几次 那边来设置一个100多米的一个民隧道 这样子就可以改善我们路场的一个交通的问题 不单只是我们路场居民用路的问题 还有非常多的一个游客到路场来游玩一个安全的问题 他们不是说一定要应该是应该不是说要阻止或者禁止 是应该要改善 而且我们这是双行 对不对 他们是应该要想办法改善 比那个十几年前 假设都可以上来 不过苗栗县公务处并没有针对路场部落 到路落实问题做正面的回应 只说这趟来并不是来做落实的测量 而是针对坡度的测量 落实的部分是落实 今天他主要的点是因为他担心说车子在开 有一些转弯半径 转弯半径不足 转弯半径不足 或是坡度过斗的这个情形 因为他们主要是要说希望说能够他们的生计 还有就是学童的通行的这一块 那我们会把这一块的部分来做个研议 部落居民期盼 政府不要消极的去看这条道路 而一昧的去禁止大客车进出 应该是要积极的改善交通的安全 避免部落居民行车 以及游客遭到落实杂商才是 记者阿里南村巴查克 苗栗南庄采访报道 好 同样也是交通的问题 不过这是华东铁路电气化 预计在今年底就可以通车了 将会缩短台北到台东的行驶时间 有三个半小时 不过就是为了让赶建的工程 可以尽快的完工 现在夜间也在施工 从6月3号开始 一直到12月31号 周一到周四 除了国定假日 以及特殊日期之外 列车都只会开到花莲站 然后再由客运接补的方式 抵达台东 为了应用花东铁路电气化 夜间施工的需求 台铁晚间10点34分 有数里发车到台东的局关号列车 从6月3号到12月31号 周一到周四 除了国定假日 以及特殊日期之外 列车只开到花莲站 再由客运接补的方式到台东 民众同样到各购票窗口购票 不必另外购买客运车票 台铁也已经规划了五条客运停靠路线 让花东的接驳时间在三个小时内 可以抵达台东 能够尽量来符合民众的需求 那因为接下来会遇到就是暑假期间 那我们目前开行是五个接驳的路线 那我们会尽量 我们也有准备就是机动的车辆 如果说旅客量在暑假期间多的话 我们会有机动加开这样子的方式 尽量来满足我们就是花东地区的民众 606次夜班车应该是许多台东人 经常搭乘的列车 每当要到北部出差或休假 要返回台东 因为发车的时间是在晚间 而抵达台东的时间正好清晨 民众有足够的时间在车上休息 对于606次列车要改为接驳客运的方式 民众虽然觉得不便 但是为了电器化工程的需要 这段时间只能忍耐了 因为有听说电器化 那当然我们就要配合他们电器化 那就没办法 对对只能忍耐了 等它好了当然就OK了 那要跟民众好好的宣导 这种震动器的话 大家民众如果知道 事先知道的话可能会比较好 花东铁路电器化工程 一级今年底通车 铁路改建工程局 为了能尽速完工 所以增加夜间施工的时间 台东站副展展表示 非常时期 请民众多尽量 一旦铁路电器化通车之后 往返台北台东 一位难求的窘境 渴望改善 记者Flog Clios 台东市采访报导 好 继续来关心东部的农业了 台东池山 关山 陆野跟东河等乡镇 许多阿美族人就是靠种植稻米为生的 不过靠天吃饭 天气不稳定 稻米出现了不忍食的情况 大面积出现了空包蛋的情形 农民看了很难过 所以看到这种情形 连田里都懒得来了 一看到越看越难过 越伤心 看了有的会哭出来 阿美族的稻农无奈得 拾其一把稻碎 原本应该是结始饱满的米粒 结果因为气候的关系 造成稻米不忍食 也就是所谓的空包蛋 台东的米餐 池上 关山尤其严重 台东龙埃长稻作研究员表示 造成这次空包蛋的情形有两种 一种是运税起预上低温 无法受粉结税 第二种是农民的管理方式 不但造成倒热冰 每个品种不一样 那现在目前集中在香米的品种 像高雄147 台东71号 那台肯4号有一小部分 那其他部分品种 不是香米品种也会得 但是它的抵抗性 敏感度没有香米品种那么敏感 所以目前是以香米品种 感觉那个空包蛋的情况比较多 台东县政府农业处与农粮署 东区分数 22号陆续到东河 池上 关山 陆叶等乡镇 了解一起倒作空包蛋的受损情况 勘察结果出估 灾害面积着300公顷左右 目前县府要求各乡镇尽快做查报 灾损的情形 再向农委会申请专案补助 依据天然灾害补助办法规定 因为气候造成的病害可以申请救助 所以因为管理殊师所造成的盗热病 尽量就是补助就是最好 能有补助我们至少我们降低一些 我们的成本方面 要不然光成本就 稻子搁一搁你付给人家就不够了 按照这个情形来看的话 看天吃饭的农民 今年因为气候的不稳定 造成辛苦耕作的农田灾情惨重 这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虽然有劫实累累的稻税 但是收成却可能不到晚年的一半 渴望政府的申请补助 能多少减轻到农成本上的损失 记者Vlog Glios台东官商采访报道 天气终于好转了 不过前几天三 趋天气也是很不稳定 好大雨造成了南投仁爱乡后山的农路 多处摊坊 由于当地正是红肉里的盛产期 道路中断让果农很担心 一年一收的红肉里 没有办法运下山 公所就趁着雨室停歇 赶紧的就用大型的机具 来抢通道路 跟着大型机具进到农路 眼前大片摊坊 土石夹杂泥水盖满整个路面 完全无法通行 大型怪兽赶紧开挖 好不容易清出一条道路 往前走又有好几处摊坊 越往山里的路宽越小 公所人员赶紧出动小型怪兽 赶紧把土石泥堆推开 趁着大雨刚停 怪兽机具赶紧出动抢通 因为这条位在南投仁爱山区 后山的这条农路 是当地农民的生计来源 这里是南投仁爱乡 亲爱部落的后山 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红肉梨产地 这几天天气不稳定 南投仁爱山区时而降起 好大雨 过门一下子又天气放晴 晴雨交替之下 让红肉梨很难适应 有的甚至出现裂果 担心一年一次的收成就此泡汤 许多农民这几天无法采收 只能够等到大雨趋缓的这几天 赶紧到山上抢收 由于农路是当地的民众生计来源 公务单位只要雨一停 就赶紧抢通 目前除了头89线的 例行产业道路还是中断之外 其他都已经恢复通行 也让农民辛苦栽种的农作物 可以及时愿望山下 记得林健身 南投报道 好另外在海边的台东长冰箱 南竹湖部落 有一个名为石门溪的海域 这里就像是阿美族人的冰箱一样 需要食物 就到这里来填补家人需要的菜肴 在极西的朝间带海水里 族人弯着腰柔轻易地 用夹子裁不到一颗颗的海蛋 把刺敲掉后再放进祖楼里 海胆幼小的环刺有毒 它一旦刺进皮肤会很痛 所以才用夹子装 很多香菇 好多海草 还不错 常来这边啊 我们是这边的人 这些菜的话都拿去哪里 自己吃啊 五月份几乎天天不时下起好大雨 身上冲刷流入海里的水 造成海水混浊 也促使鱼虾类靠岸边 台东南竹湖部落军民 趁机放网捕鱼意外的收获 有的就卖啊 有的就自己吃啊 有的很多就寄台北给地域他们吃 族人财捕的这一大片美丽的朝间带海域 是长冰箱南竹湖部落的传统海域 石门西海域满潮石 这里是完全淹没在海水里看不到的 与大潮石整个朝间带呈现的长度 约有一公里 往外延伸约五十公尺 是鱼 虾 罗贝 海藻 珊瑚等 是许多物种栖息生产之地 初一十五前后 大潮后都可以看见族人在这里采集 随着交通的便利性 有越来越多外地的人 前来南竹湖部落的传统海域 石门西海域财捕 当地安美族人期望 从外地来财捕的人 要有保护自然生态的观念 才能让各类的海产生物生生不息 就在法务成天次台东长兵采访报道 好 继续带来看各地方的秋值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内政部的说法不一 引发立委的炮轰 休息下 少文回来带您来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初我们购买了整个秒分多余的用点强度 收给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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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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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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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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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个进行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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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